國際焦點也要帶大家來持續關注 這是烏克蘭親俄派的民眾 組成了一個激進分子 激進派 攻佔了當地的道路 還有市政府 還跟鎮報警察 發生武裝衝突 收鋁車上全部都是彈孔 而且政府大門前面也通通都是輪胎 好 這也讓這個烏克蘭總統 受不了下最後通牒 要用鐵腕 驅逐這些親俄民眾 胸口中斷的烏克蘭軍人 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 他旁邊的夥伴則早就沒有生命迹象 烏克蘭斯拉維扬斯克區 發生嚴重的武力衝突 親俄派民眾組成的武裝分子跟警方衝突 看著車上的彈孔 幸運存活下來的人 都心有餘悸 而這起武裝衝突 只是烏克蘭動盪情勢的冰山一角 暴動延伸到當地的地鐵 已經滿身是傷的男子 在民眾的踢踹下先斜直流 親俄與親俄民眾在地鐵出入口大打出手 讓灰色的水泥地染滿紅色的鮮血 許多人撐不住當場倒在地上 警察雖然介入 但場面卻更血腥 如此鐵腕 全是因為親俄派民眾 佔領整個馬里乌波爾市政府 在屋頂上揮舞被塗黑的俄羅斯國旗 還動用木頭以及輪胎堆起路障 戴著面具的激進分子們 被當地人民視為英雄 卻讓總統下最後通牒 烏克蘭政府鐵了心鎮壓抗爭 但親俄派民眾就算壯烈軍區 也要爭取獨立 兩派衝突還在對峙 民眾卻已經血流成河 歸中心 雨昊編譯